印度高官的反思,中叶战争为什么会办给中国,政府,我记得高级将领门到我们这里,来并且给国防部写信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有远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是另一种做法,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这些话是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63年说,在当时印度刚刚在中国手中尝到耻辱性的失败,作为一个一直用自己乌托邦式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的领导人来说,这场失败,犹如提湖灌顶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在国际政治中,若果毫无力追之地,印中战争让印度开了眼淡即使, 45年之后印度人依然没有意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环境和原因,流行的看法是中国背叛了印度的信任奇迹,我们在拉达克,洛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NORTHASTFRONTIERGESCY,的防线,但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尚未解密, 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历史,已经解密的中国和美国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这场战争还有惊人的事实最显着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让印度遭受了失败。 不是中国的背叛,而是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 克里什纳梅农克里什纳梅南自以为是的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前进战略和对中国不作为的判断,得到了当时的情报局长BN穆利克·奈利克的坚决支持。 有些分析家认为,穆利克也对误导政治领导负有责任,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印度战败的几个主要原因他们是,政治领袖们误判,中国不会对印度在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前进战略做出反应,印度军队装备不好准备不足,中国无根据地认为,印度试图占领西藏痛心的报告耻辱性的失败之后。 印度军方委托亨德森布鲁克斯·汉德森·布鲁克斯·汉德森·布鲁克斯,少将和PF巴加特·斯巴格准将调查这场灾难虽然参考资料极为有限,但二人深入挖掘,发现了最初形成前进战略,和印军在当时是如何在政治领袖的压力下,被迫参与冲突的许多资料。 亨德森·布鲁克斯·汉德森·布鲁克斯·巴加特报告还未解密,但英国记者内维尔·麦克斯·维尔,Neville Maxwell,看过了报告并发表了一篇内容摘要,他是怎么看到这份报告的不大清楚。 有传闻说是一位高级部长,把报告,交给他的印度政府在1992年,发表了一份官方历史文件,1962与中国冲突史,由国防部历史局,编撰上述两份文件都认为装备恶劣,准备不足的印军,是被迫对抗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实际上直到1961年,仍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K.S.迪玛雅·克斯·姆尔将军1962,曾在SENNA杂志撰文指出, 作为军人,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单独与中国公开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不能期望能赶上中国保证国家安全的责任,应该由政治家和外交家承担。 但是政治领袖在情报局的支持下命令军队,在印度宣称所有的全部区域,建立前进据点。 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地区前进战略,从1954开始,迟失不顾中国政府一待抗议。 在争议地区建立上所这些上所,甚至常常越过中国的前线上所。 尼赫鲁一厢情愿的急功冒进,他相信印度由于有美苏的一致支持,中国不敢反击印度的前线据点和巡逻队,这背后的设想是通过逐步设立据点。 最后把中国人赶出印度人,认为自己拥有的地区,有些印军将领反对这个政策,认为他在军事上是危险的。 他们知道印军准备不足,无法在前方抗击中国军队。 印度官方历史中就记载,1959年到1960年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SPP托拉特·斯托拉特,少将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东段对印度的威胁并提出,那一些应对威胁所需的要求。 但军方总部以及国防部对此并未多加注意甚至未通知总理。 至继续宣伤 和这些不自然的刺判 最后就是哈喽信准备的大有9无论度身的更高 但是在课概要加揮院里面四无usters 军方,刚刚 Forsch跑以3さん据顿时时, 感谢观看